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的勿忘我开了 好看吗?这片蓝色花海就是今天泡泡踩蒙古的奇典咯 看看今天我们会有什么样神奇的发现吧 这两个自带保护色的牛干菌简直和环境融为一体啊 我差点一找就踩上去了 原来是我上次捡到的千紫益色牛干菌啊 也叫羊干菌 书上写可能有毒 但民间一直是有在踩石的 关于中毒的研究数据还不够充分 所以用了可能有毒这个词 大家自行斟酌吧 这里有一个大脚菇 嘿,太好了 还挺好的呢 今天保底人物完成了 至少不会空军了 这个好可爱 是一种辣膜吗 我也不确定 辣膜也超级变化多端的样子呢 遇见了一棵很漂亮的树 围绕着它的这些植物 好像是精心安排过的一个花茎 但这一切居然都是自然形成的 好神奇 红菇 妈呀,好多蚂蚁啊 晴天蚂蚁真是特别多 太干了 蘑菇好爽 不过我找到了这个 一种年菌 好可爱 好漂亮哦 像一团鱼子 也像一个毛绒玩具 或者一种长毛狗狗 摸起来有点硬 不像其他年菌 软软的或者Q弹弹的感觉呢 可惜今天没有带微距镜头 没法给大家看特写了 希望下次还能再相见 夏天就是应该有这样 穿过绿叶的阳光 和徐徐的威风啊 这个黑区区的是什么 难道它就是传说的那种火炭菌 你们看 它受伤没有变红 直接就变黑了 至少这不是亚细者红菇 还记得吗 会导致恒纹肌溶解的 剧毒蘑菇亚细者红菇 是变红 不变黑的 拿回去研究研究吧 这种类似的蘑菇 都不建议大家吃哦 因为很难分辨 旁边还有一群 奇怪的小蘑菇 看起来好像辣蘑 但它的帽子形状很古怪 后来遇到上次给我珠石 不是 给我蘑菇的那个邻居 他说这叫皮条菌 书上叫云南辣蘑 可以吃的 远看是一个蛋蛋 近看是一个黄色的蛋蛋 看起来有点像剧毒的黄干额膏 有没有 但它其实是这个 黄饼鹅膏 只不过盖子上的粉分都掉了 这是不能吃的 具有神经精神毒性 又是一片美好的草垫 像今天泡泡采的蘑菇不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超开心的呢 对了 我建了一个蘑菇粉丝群 对学习蘑菇辨识 蘑菇有兴趣的小伙伴 都可以加入进来哦 想加入的小伙伴私信我 回家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